每年TVB台慶都有一大堆藝人表演 有人會跳舞,也有人會唱歌助興 而當中最令藝人們期待和興奮的莫過於是節目尾聲的全台藝員終極大抽獎環節 今年就由20歲的邱晴獲得總值港幣52萬的獎金獎品 邱晴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說,現在都好像在發夢 她說首先會請Think Big的同事出去吃飯 如果邱晴未想到這筆獎金怎麼用的話 不妨參考下2017年獲得100萬獎金獎品的余思亭 余思亭在接受訪問時就說 當時她的獎金就用了十多萬來交一年的房租 有些獎金就拿去供保險 之後也買了一家人回台灣和紐約的機票 還用了幾萬元潛水,也買了兩三對球鞋 隨時之外,邱晴都可以參考一下李嘉的用法 李嘉當時就用了他八成的獎金用來投資 結果賺了兩倍這麼多 被信給其他獎金一裝 有很多雙子的獎金 原本的獎金